泽伦斯基说我向欧洲27国领导人问了 结果呢他们都害怕 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 那我实在是万般无奈 所以他最新的宣布就是 我准备宣布乌克兰为中立国 坚持必须有第三方保证 我要好好的来开始讨论了 我必须要改变我的念头了 亮哥所以呢 泽伦斯基现在真的是 形势比人强 他也只好低头是这样吗 现在是这样 因为俄罗斯官方提出两个诉求 一个就是乌克兰中立化 那这个当然需要国际保证 那第二个是欧美的军队 要撤回到1997年那条防线 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不过这个也表示 普京对30年来北约东扩的 整体愤怒的爆发 这个就是他的愤怒的爆发 可是普京还有两个诉求 这个泽伦斯基没有回答 一个是去纳粹化 去纳粹化的意思一定是 他的政府里面 尤其是军情单位 里面有一些是黑名单 这个俄罗斯人一定是要把它除掉 所以你要不要做人事调整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叫去军事化 那我就不知道去军事化 是要用什么方式来表达 所以泽伦斯基坦白讲 他现在只是回应了 俄罗斯官方的第一个诉求 那至于去纳粹化 去军事化 这个恐怕就是要 他跟俄罗斯谈判才会有结果 那另外那个欧美退到1997 那个是国际的问题 可是因为普京现在手上就会有一些筹码 因为他军队已经进来了 所以他搞不好也会占领基辅 然后占领奥德赛 那占领这个哈尔科夫 然后还有两个独立共和国被承认 那这些筹码到底是要如何善聊 对啊 就有一些可能是要交易啦 的确 有一些他可能不退 是啊 所以亮哥你也看到了吗 我要给秀给大家看一下 在网路上面就出现一个漫画梗 魔戒梗都来了 对不对 这个漫画你也看到啦 对不对 这个其实是什么 是跟魔戒这个电影的梗有关 我都什么都可以给你啦 结果大家都不跟你走 I will do it I will face Russia 对 我会面对俄罗斯 You have my sword 你有我的剑 这是美国哟 然后英国说 And you have my bow 这是弓嘛 弓箭 这个是斧头 这个是欧盟 对 有斧头 什么都有了 然后呢 他们就在那边 然后跟他拜 这个就是乌克兰啊 你要说他是走的这也行啊 因为没有那个兰陶夫 没有魔戒那个兰陶夫 是啊 我通通我把该给的都给你了 你自己去吧 你自己去面对Russia 自己去面对俄罗斯吧 对 这不是很可笑吗 这是西方人画的一个漫画 然后利用的是魔戒梗 这不是很讽刺吗 所以啊 不就你刚刚播的那个演讲 就是这个梗嘛 对啊 走的司机现在才看懂是吗 这只能说你太天真了吧 制裁俄罗斯 其实台湾也高估了自己的角色 台湾事实上有10%的天然气 是从俄罗斯进来的 我们跟俄罗斯签了一个五年合约 一年180万吨 那到今年三月到期 今年三月 那你如果今年三月之后 俄罗斯要制裁你 不再跟你签约 然后你怎么办 结果我们王美化部长说 我们就用市价在市场买 你买得到吗 你买得到吗 10% 那日本是还没有这种问题 那日本事实上只做了一个小制裁 他只是不让俄罗斯到日本卖主权债券 他这个是比照欧洲跟美国的规格 我们台湾这个 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弱点 对啊 天然气 而且你说要制裁俄罗斯晶片 我坦白说俄罗斯手机又没有制造 那他不需要高阶晶片 那如果是中低阶 我坦白说中国跟韩国照样可以派给他 所以我就不知道 我们台湾到底是打什么样算盘 还是说你只是表达一个站队的立场而已 应该是后者几率比较大 对可是问题是你表达了这个立场 俄罗斯也会看到 有 对不对 他这马上对于英国的就回应了 对不对 而且你刚刚讲到 我们有人去AIT洗版 对不对 今天我们台湾是全世界最勇敢 怎么说 我们也跑去俄罗斯的台湾的那个 那个住管去洗版 是吗 在网路上 我们两边都洗版 是喔 有反美的也有反俄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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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